不可思议,中国男子网球集体爆发 ATP250杭州网球公开赛男单四分之一决赛 张之珍面对巴埃娜的比赛中表现强势 最终连续两盘6比3拿下了对手 成功晋级4强后,及时排名来到了第43位 半决赛,等待中国男网第一人的正是自己的同胞布云·朝克特 如果说张之珍杀入250赛的4强并不让人意外 那么布云·朝克特给了外界一个巨大的惊喜 这位年轻的中国选手本次比赛的发挥无可挑剔 四分之一决赛他6比4,6比2击败了酷酷施金,以黑马身份 职业生涯守进巡回赛4强,及时排名进入前100,来到第96位 这是中国男网历史上首次在巡回赛会师4强,创造了历史,还没完 成都250赛的四分之一决赛,商俊成6比4,7比6淘汰了布博利克 本赛季第三次打进4强,及时排名来到了第55位 中国男网三人冲冠,太壮观了